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8日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這一節又要跟大家說公冊會 為甚麼叫公冊會 不叫公聯會呢 因為公聯會 標榜自己 是代表工人 但是事實是 完全相反 公聯會 他在每一件事情上 專門以出賣的工人為先 換句話說 他叫公聯會 實際上 他跟工人 跟工會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 他絕對是香港人的敵人 是市民的敵人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 他叫做工會 實際上他做的每一件事 就是要對付普通小市民 所有對工人權益有關的法案 工聯會 一概是 不支持 例如就是最低工資立法 最高工時立法 每一件事 工聯會 都站在工人的對立面上 所以根本就不配稱為工聯會 根本應該 就是叫公冊會 這節要說的 叫做工聯會的鄧家彪 鄧家彪 一直以來 就是想選立法會 如果不是去到2021年 這個假立法會選舉 鄧家彪本身 無論如何選都選不到 就做立法會議員 因為實力不足 這節要說的新聞正好反映了 鄧家彪的腦袋其實是有問題 這節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在這裡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也希望所有的聽眾繼續 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廣播 希望大家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手動點擊 無限烤大法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按閃電鍵 最近有個小插曲 想抽 幾十秒說一下 最近網上流傳一條 就是 天台上面 拍攝的影片 今天影片似乎就拍攝到 就是一個女子坐在游泳池的旁邊 最初那些人跟我說 我也無意到 就是這個 影片有甚麼特別的 我以為就跟樓下的游泳池有關 後來就是經別人提醒 說 在游泳池裏面 似乎就出現了另一個人影 令到這條影片就在網上熱傳 影片再放下去 另一個 熱點就出現了 竟然 發現John Connor 聽到自己的聲音 聽到John Connor的聲音 似乎 在現場附近 有人在播放本台節目 到底聲音來源來自哪裏呢 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只是知道影片裏面 傳出 John Connor的聲音 正在做節目 大家有興趣就自己找一條影片來看 這個題外話來的 跟今節其實沒有關係 不過剛好就要說 鄧家彪出來說甚麼呢 鄧家彪 鄧家彪 本身 就是一直選不到上去做立法會議員 很久之前 我也有聽到一些建制派的朋友 他就是幫建制派做區議員 區議員的辦事處 區議員本身的政治意識形態 就是相當之薄弱的 尤其是在2019年之前 所以 基本上他雖然幫建制派打工 基本上他就是半點也不支持建制派 他又爆料 因為他老闆 就是跟新民黨有關 新民黨有一段時間 就要跟 公民力量合作 他們怎麼搞呢 搞了一大輪 搞了一個聯盟 總之就是你的候選人 拜託你的區議員就幫忙 擺街站的時候就幫他們宣傳 這個朋友就爆料 說當時 只要他們開街站 無端端貼鄧家彪的海報 保證 被街坊罵到反艇 後來他們就發現 整件事就跟災難一樣 每次 幫他拉這個Banner宣傳 都被人罵到狗血淋頭 所以他們說很好笑 接著就說 叫他們老闆 求求求上頭 不要再逼他們 就是要幫這個鄧家彪拉票 鄧家彪本身 以直選來說 一向都出名 不受歡迎 一直都選不上去 最近那次立法會選舉 假的立法會選舉 他就因為沒有任何競爭對手 終於被人安排了 這傢伙上了之後 就開始語無倫次 最近 就說這個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講話 跟著 就著相關的事項進行 議會討論 工聯會的鄧家彪 說習近平的講話 令香港人 如目春風 說要重拾 制度的自信 和前途的信心 他真的厲害了 聽完習近平講話 就會有回自信 以及對這個 前途的信心了 你以為真的是耶穌嗎 他繼續說 聽完習近平一直說之後 忽然之間 在他腦海裏面 萌生了一個叫做東九龍的夢 叫做 要將東九和東盟對接 難道他真的打算有個東字就可以對接 東九龍 是一個 香港小小的 特別行政區 裏面的其中一個選區 你憑甚麼跟東盟對接 東盟正確名稱就是東南亞國家協會 在說的是一大堆東南亞國家 的一個聯盟 東盟的成立背景當初跟冷戰有關 當初他們的成立背景 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反共 這個工聯會鄧家彪完全不讀書 首先 東盟的成立 本身就是要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 你現在 用香港 跟他對接 最好笑的就是 香港根本不是一個國家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按照你的國家 跟你的主席的說法 你是一個小小的特別行政區 你憑甚麼還要在裏面 再分割一個叫做東九龍的選區 出來跟人家東盟對接呢 這件事基本上徹底是以下犯上 你這群人說話不經大腦就出名了 但你可不可以不要 一而再 再而三好像說話 不用負責任那樣 大家有沒有發現其實工聯會 那個水平 比民建聯還低 民建聯那群人 說話已經夠恐怖了 工聯會 簡直是完全離譜 他們說話的水平 比何君堯還低 你一個 小小的地方 你憑甚麼 去跟東南亞國家協會 即是東盟去對接 人家是國家來的 你用香港的名義 跟他對接也不行 更何況你用一個 東九龍選區 大家有個東字就可以 對接了 如果按照你的說法 大量有個東字你也可以對接 跟東歐對接 跟東柏林對接 跟東京對接也行 基本上 就是完全 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作為一個 雖然是偽納法會 作為一個 假議會裏面的議員 你說話完全是不切實際的 還不夠 還要叫大家要了解伊斯蘭文明 說要 叫年輕人學習伊斯蘭 你真是讀得輸少 你知不知道 伊斯蘭文明 除了現在的塔利班之外 塔利班裏面也有很多 不同派系 除了塔利班之外 絕大多數的伊斯蘭世界 跟中共不是真的那麼老友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新疆問題 伊朗 暫時不算 伊朗的背後 就是中共 但伊朗又不可以徹底代表伊斯蘭世界 伊斯蘭世界 最出名的 就是恐怖組織 全世界最熟悉的東西 就是知道伊斯蘭世界 不能亂得罪 因為他們 有大量的恐怖組織 換句話說 恐懼伊斯蘭文明的人 不是因為恐懼伊斯蘭 本身 而是因為 這個文明 裏面有大量的武裝組織 他們有事就會直接送你去找阿拉 這件事就是 世人最害怕的事 正好就論證了 當你有實力的時候 害怕你的人就是對方 這個鄧家彪居然也是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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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提倡叫年輕人要了解 伊斯蘭文明 好了 同理 建制派主張的要了解這個中國 內地情況 中國文化 完全不相同 到底如果兩件事 要排順序 那到底應該先了解哪一件事啊 鄧家彪 我相信鄧家彪 完全答不出 基本上 他們說的東西完全跟政策一點關係都沒有 完全是隨口說 當被吸 無端端 這樣的講話 夠膽可以在 雖然說是偽立法會 他們真的夠膽在議事廳 說這樣的說話 所以其實真的進一步核實 香港 徹底沒有得救了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